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熟男人形象 侯明昊的五官长得俊美 搭配上这一身裤帅十足的运动装 真可谓是帅气迷人 极具男神的魅力 小编觉得侯明昊这次现身 一改他往日的小鲜肉形象 让大家看到了他成熟的一面 但是侯明昊之前的打扮给人展现的是一个小鲜肉的形象 你看 他身穿格子衬衣搭配长裤 内搭白色的T恤 整体造型青春感十足 看起来有点点少年的青色 虽然也挺帅气的 却少了几分成熟和感恋 你看侯明昊这个造型 他穿黑色的运动白套 内搭黑色T恤 下身搭配蓝色牛仔裤和白色运动鞋 头上戴了白色鸭射帽 整体造型就是一个普通少年郎的打扮 衬得他很是智能 再看他这一身穿搭 乍一看 就是一个初中生的形象 浅蓝色的短袖衬衣 内搭白色的T恤 背双肩包 整个人看起来嫩 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一种智能的气息 其实小鲜最近是有点感觉他变成熟了 在之前的一场活动上 见到的他也是这个气质 你再看侯明昊这身穿西装的打扮 给人的感觉就是成熟和稳重 一身黑色的西装 内搭衬衣 领口处还打了一个蝴蝶结 再加上他这个帅气的发型 显得他整个人沉稳和大气 而且非常干脸 小鞭觉得侯明昊长相俊美 不管是小鲜肉形象 还是成熟男人的形象 都是非常帅气迷人的 不过 小鞭更喜欢他成熟的打扮 帅气而不是霸气 让人更有安全感 那么 你怎么看 你喜欢侯明昊这种成熟的打扮吗 谢谢大家